上个月播种的 然后今天我要重新继续播种一些其他的种子 那么我播种的话 一般是喜欢用这种品色泥炭加细颗粒的自食这种 因为单纯用泥炭的话 就是土会很容易 就是很空就一按就一个凹洞 然后加上自食的话 就不会说水一泡就浮起来 或整个一按这样的大凹洞就进去了 一般我都是用这种育苗盒 我不习惯用那什么育苗块 因为成本不划算吧 因为我经常也要大片量播种的 然后就之后就把用水把它给打湿 这就是泥炭装好后 然后打湿的样子 然后我一般都会在喷里 一流一点这样的水 像这样子育苗盒 用来播种那种极细小的种子 或者就是文化种子是非常好用的 这种是小的不得了 这个 然后像播种这个 你可以拿棍子 把它粘到土地边 现在稍微搓一下 稍微一半有这样子吧 不过是比较扣的 我不可能说一盒子有一个 一个只剥一粒种子 一般会剥两三粒这样子 这样子弄好之后吧 你要记得标签一定要写上 这个标签给它对应贴好 随后呢 就是盖上盖子 盖子这个没洗干净 其实要洗干净 把它透光一点 然后放在散色光束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像 这种保湿效果挺好 我们一天可以给它 这样开始泡热气 直到它出秒 出秒之后 就一定要记得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就要开始接受光照 所以 不过这种应用还是蛮简单的吧